這場比賽開始來進行男子單打的四強對決 在畫面下方的樊鎮東對上畫面上方的黃正帝 有過六次的交手 那前面六次全部都輸球 對抗對樊鎮東 你要得分就 哇 這個互相呢 就是樊鎮的對拉 那以直拍横打的力道呢 事實上你要跟 哇 這個就是 應該是中國裡面是屬於好的 這個球應該是 現在黃正帝反倒是有兩分的領先 這個感覺黃正帝說 沒關係 我跟你反過 如果你不測的話 對方就沒有壓力了 好 測顆 對 沒錯 這一球側身在打直線 所以現在的樊鎮東也拿下了第六分 因為以樊鎮東這種優勢 他整個啟動的 又是打得非常快的 再轉正手 哇 第九分了 黃正帝拿到了第九分 好 好 好 這一局應該是很清楚喔 如果不測身進攻的話呢 你就是Fy了 所以我想 他的教練眼應該會很親 對 開局呢 黃正帝又是先拿了兩分 因為感覺起來呢 對方就是會自爆 有點幸運的一球 哇 黃正帝非常聰明打直線 5比0喔 這個球賽 大概 也是 黃正帝領先 哇 黃正帝回得更快 對 7比3喔 這個是直拍的選手的正拍 喔 他的力量呢 這排名第二的黃正帝頓先 為了他的苦戰 在前面的兩局 失誤太多了 喔 以黃正帝頓的步伐 還是提到 他事實上 我想這個技戰術的配合 完全是 也是一樣 這個是被動了 被動了 哇 哈哈哈哈 左右來 回到調動反拍之後呢 再接這一屆的正手拍 所以在第二組的一代當中 黃正帝 依舊是壓倒了 目前是排名第二的 凡正東 他拿到了 第二局 2比0 張宇徹領先 黃正帝呢 感受一些 背領的戰術呢 就有所 改變了 還是不錯 不錯 回擊 3比1 他取得領先 又是一次 能夠有反手的對抗之外呢 就是 喔對 撤開 哇 這球 有點難打 很難 難打 那 以這個領球啦 速度球 喔 往黃正的表情 4比2 對 撤身 撤身 是每一球的戰術喔 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喔 如果你沒有一切的戰術 我想比賽就這樣 你一球一球一次輸 你不知道怎麼打喔 那 從 前兩集呢 也開始算是黃正帝 完全不知道 如何的 處理一些球 那這一集喔 很明顯的呢 8球送分 10比4 黃正帝 擁有六個 橘末點 走直線 所以這場球賽要贏喔 難度是非常高 最後呢 還是靠著這一季陣手 他的搶攻 讓黃正帝 他是在這場對決當中 拼回了一局 11比6 把局數追到了1比2 然後黃正帝得到了第一分 哇 這又是個機會 結果煩到時候 煩震東拿下分數 對 哇 剛才黃正帝相當可惜 哇 你可以看出喔 這種 能夠 重心不困難 會威脅到黃正帝 他在接發手的情況 又是現在台內來擺短 哇 完全掌握住了球的落點 對 不要輕易的往正拍送過去 第四集呢 看得出喔 中國這個選手的 搶攻呢 這是第七局 才分出勝負 馬龍現在已經是在冠軍賽 等這一場比賽的勝利者 對 要有所突破 不能光只有反拍要對抗 這還是製造一些隊友自己有利的戰術 好 準備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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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去上 對 反拍 撤開 哇 哇 最後在測的時候呢 黃正帝 再拿下一分 對 5比3 這個是利用呢 正拍對正拍 那直拍選手呢 一擊長球來一個齁 直接跟你拚了 還是被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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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打直線 這個我想第六集應該是偏右的這個地方要注意 對 側身 nails 會 乾 好 然後偏右轉球 agog 好 雙漢在對拉的狀況之下呢 樊鎮東拿到了這一局的第六分 對 這個球已經展現了互相的正拍 好 偏右短球 中元來對拉 哇 這一次對拉 結果樊鎮東還是沒有能夠拿下分數 對 雖然 好 拿到分數 好 揭發球 擰球 車身 漂亮 哇 原本後面那一把回擊還不錯 對 但意思讓樊鎮東給救回來 你可以看出已經打出最大運排 高水準的比賽呢 一定要 下一場比賽呢 是開始來進行男子單打的四強對決 在畫面下方的樊鎮東 對上畫面雙方的黃正帝 有過六次的交手 那前面六次呢 全部都輸球 對抗 對樊鎮東 所以你要得分就 哇 你可以看出啊 這互相呢 就是反手的對拉 那以直拍橫打的力道呢 事實上你要跟 哇 這個就是 應該是中國裡面是屬於好的 這個球應該是 現在黃正廷反倒是有兩分的領先 然後這個感覺黃正廷說沒關係 我 我跟你反半 如果你不測的話 對方就沒有壓力了 好 測顆 對 對方 沒錯 這一球側身在打直線 對 所以現在的樊鎮東也拿下了第六分 因為以樊鎮東這種優勢 他整個啟動的 在前面的兩局 失誤太多了 那以樊鎮東的步伐還是提到 他事實上 我想這個技戰術的配合 完全是 也是一樣 這個是被動了 被動了 哇 左右來回調動反拍之後呢 再接這一季的正手拍 所以在第二局的比賽當中 黃正廷 依舊是壓倒了目前是在排名第二的樊鎮東 他拿到了第二局 2比0 張宇律領先 黃正廷呢 感受一些 被領的戰術呢 就有所改變了 還是不測 不測 回擊 3比1 他取得領先 又是一次 能夠有反手的對抗之外呢 就是 喔對 撤開 哇 這個球 有點難打 很難難 難打 那 這個領球啦 速度球 黃正廷的表情 又是打得非常快 那在轉正手 哇 第9分了 對 黃正廷拿到第9分 對 黃正廷拿到第9分 我想 當然 好 這一局應該是很清楚喔 如果不測身進攻的話呢 你就是5啦 所以我想 他的教練眼應該會很清楚 對 開局呢 黃正廷又是先拿了2分 喔 喔 變 因為感覺起來呢 對方就是會自爆 有點幸運的一球 哇 那黃正廷非常聰明 打直線 5比0 這個球賽 這個球賽 大概 也是 黃正廷領先 哇 黃正廷回得更快 對 7比3了 這個是直拍的選手的正拍 喔 他的力量呢 現在排名第二是黃正廷 先問他的苦戰 4比2 對 車身 每一球的戰術喔 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喔 如果你沒有一切的戰術 我想比賽就是這樣 你一球一球一次輸 你不知道怎麼打喔 那 從 前兩集呢 也可以算是黃正廷完全不知道如何的 處理一些球 那這一集喔 很明顯的呢 8球送分 10比4 凡正廷呢 擁有六個局末點 走直線 所以這場球賽要贏喔 難度是非常高 最後呢 還是靠著這一季正手發的搶攻 讓凡正廷呢 他是在這場對決當中拼回了一局 11比6 把局數追到了1比2 然後黃正廷得到了第一分 好 哇 這又是個機會 哎 結果反倒時候 凡正都拿下分數 對 哇 剛才黃正廷相當可惜 哇 你可以看出喔 這種 能夠 重心不很 會威脅到黃正廷他在揭發手的情況 又是現在台內來擺短 哇 哇 完全掌握住了球的落點 對 比較輕易的往正拍送過去 第四集呢 看得出喔 中國這個選手的搶攻呢 這是第七局才分出勝負 馬龍現在已經是在冠軍賽等這場比賽的勝利者 對 要有所突破喔 不能光只有反拍要對抗 好 這還是製造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戰術 好 準備了 喔 哇 哇 好 好